以強大火力模擬壓制突襲敵軍 雲爆甲車進一步追擊掃蕩 陸軍機部兩三四旅聯兵意營 演練重要目標防護應援作戰 守護水上機場 中科院研發的懸役型無人機 也首次加入陸軍機部排 士兵操演 在空中盤旋 執行情報徵搜及目標 農曆春節來臨前 總統蔡英文來到嘉義 除了續緬陸軍機部兩三四旅 也因為全民國防系統的檢討調整 釋導嘉義後備指揮部 蔡總統還特地前往空軍嘉義基地 到警戒室和機棚 瞭解F16戰機 戰備情況 不只頒發加菜金 也和官兵們一起用餐 感謝平日捍衛空房的辛勞 蔡總統也再次強調 面對威權主義不斷擴張 只有持續強化國防安全和韌性 才能捍衛自由民主 確保國家安全和利益 華視新聞及高潘建議員 張志友 劉偉成 嘉義報導